欢迎锁定TVBS2100看世界的线上新闻直播 我是谢嘉荣 也欢迎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我们的聊天室留言区 跟我们分享您对新闻的见解 我们今天还是来关注呢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报复攻击 可以说是毫不手软 在23号当天他们针对真主党呢 多达1600个目标 就展开了轰炸跟空袭 而造成的死伤非常惨重 总共有492人死亡 还有1640个人受伤 那以色列对他们自己的行为 他们认为呢 这是合理的正当防卫 他们说了 他们发现呢 真主党已经在策划呢 规模更大的屠杀 他们发现真主党呢 把很多的远程火箭都藏在民宅里面 所以假如呢 真的让他们得逞的话 那恐怕呢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了 而不过任何形式的冲突 最怕的就是会伤害到无辜的老百姓 所以呢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 他就已经先告诉黎巴嫩的人民 他用英文发表一段声明就说 他们的目标其实很明确 就是针对真主党 没有意要伤害任何人 提醒大家呢 时间还够的时候呢 尽快撤离这些危险的地区 当然他们也预期到呢 黎巴嫩绝对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 所以他同时也告诉自己以色列国内的人民说 大家要准备好备战了 以后恐怕会有苦日子要过 那当然其实这不单单只是以色列跟黎巴嫩 两个国家的事情 连伊朗都会被牵涉其中 所以伊朗总统培泽斯吉安他就讲到 他说以色列你现在根本就是在挑衅嘛 你在告诉伊朗说我们也需要加入冲突吗 那假如变成了三方都参战的话 这很可能会引爆整个中东地区的全面战争 那后果呢是完全不可逆转的 他目前人是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他就讲他其实根本不希望呢 中东局势变得这么的复杂 不过以色列呢事先挑起了战火 他们必须呢来做回击跟因应 那很多人可能会想 为什么以色列突然动作要这么大 火气这么大好像要去激怒黎巴嫩呢 CNN的分析就说呢 这一招呢可能叫做 加剧冲突来进而寻求情势降级 英文就是escalate to deescalate 有点像是以毒攻毒的概念 不过这一招CNN的专家就说 其实非常危险 一个不小心就很可能会玩火 自焚是一种高风险的游戏 这里面可能存在着一些 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到的缺陷 可他们直接决定要采取这个策略 但这很可能会让像是美国这样的盟友呢 就认为有一个假象是 好像以色列是不是还觉得能用外交途径来解决呢 所以可能会造成这种 你的这个态度表达的不是很清晰 就有很多的模糊空间 那其实目前到现在呢 都还是做比较多在这个空袭等等的攻击 其实还没有来发动全面的地面战争 不过假如呢 地面部队之后很快出动的话 那很可能会带来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到时候整个中东就会是战予密布 一大清早太阳才刚出来 从右到左放眼望去 里巴能南部到处都是炸后延误 以色列的空袭甚至直到首都贝鲁特郊区 空袭当下直击民众怕的声音都在战斗 尤其整座城市持续被轰炸 造成近500人丧命超过1600人受伤 已经成了自从以色列18年前轰炸里巴能后 伤亡最严重的一天 以色列军方也发出声明表示 他们过去24小时 在尼巴能境内空袭了超过1300处珍珠党目标 只不过已经这一波首要打击的目标人物 珍珠党资深领袖之一的卡拉奇车逃归结 Hezbollah later put out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he was alive and well 但是Hamas said that one of their field commanders in southern Lebanon was killed in a strike 一军从早到晚打击里巴能 珍珠党同样对以色列北部展开回击 但一枚一枚火箭弹还在空中旧爆炸 一军防空系统铁穹不断拦截 以色列北部上演演火秀 不过当局还是发布警报 呼吁一国居民撤离边境 就怕珍珠党随时进一步反击 这些新闻做不到 而以色列等于是吹响了战争的号角 而黎巴嫩的人民也听到纳坦雅胡对他们的喊话 所以开始寻找比较安全的落脚处 所以在整个黎巴嫩似乎掀起了一股逃难潮 主要是在南部地区的民众开始一窝蜂的全部来向北逃难 像是往首都贝鲁特的公路 总共有六线道全开 也都是被挤的水泄不通车潮塞的满满满 那就算是在贝鲁特 其实状况看起来呢也不一定是安全的 首都的民众开始思考有没有机会要逃到国外去才能够寻求真正的平安呢 而很多的民众就讲到呢好像不管在国内往哪里逃 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从以色列之前一些对外的说法他们觉得好像不管你在哪里在学校也好在医院也好 通通都可能会变成空袭的目标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全部涌入北部地区 特别是贝鲁特周边的大都会区 所以呢政府呢只好征收一些学校 还有一些设施来当作临时的避难所在里面的放了很多床垫等等 必须要有这样的空间来收容这些民众 那另外在医院的部分呢 如果不是紧急手术的话也全面来取消就是要为可能的状况呢来做准备 不过黎巴呢他们政府的角度来讲当然不会这样坐以待毙 所以其实在昨天以色列的第一波攻击之后 他们也展开反击了 是朝呢以色列的第三大城海法来发射飞弹 那以色列呢也马上就出动了知名的铁装 他们的这个防空系统来做拦截 甚至呢有民众捕捉到当下这个系统呢 直接呢拦截到飞弹的画面 那这个国防部长加兰特也做了一个评估就认为 这不单单只是海法这个城市跟这个区域受到的威胁 甚至接下来很可能以色列全国都会被列入黎巴嫩攻击的范围 所以呢全国民众都有可能会遭受到攻击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现在呢他们的国防部就做了一个紧急宣布 现在呢以色列是进入一个紧急的民防状态 因为呢后方的情势已经非常特殊 为期一个礼拜会一路呢延到9月30号左右 希望在这段时间之内呢情势能够尽快的来降温 那另外其实呢美国也很担心中东的状况 所以开始增派军力了 像是林肯浩的航母打击群就在附近待命 来因应各种可能的状况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彻晕霄 眼前建筑瞬间遭火焰吞噬 黎巴嫩南部城镇周二又遭到以色列飞弹命中 居民惊慌窜逃 以色列发动自2006年以来最致命攻击 不过以色列军方表示这波攻击并非针对黎巴嫩百姓 而是攻打一千六百个真主导目标 包含火箭弹发射器 就怕被卷入战火 黎巴嫩南部成千上万个家庭 西加带卷塞爆马路赶紧逃命 只是随着冲突升温 以色列宣布全国进入一星期的紧急状态 在这七天内政府能够实施各种限制 包含禁止机会 而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 美国担忧局势失控 开始调派军队赶赴中东 对于派哪一种部队去中东 美国五角大厦守口如瓶 不过强调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 已经在附近待命 足以应对各种紧急状况 TPB的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讲了这么长一段时间的真主党 那他到底是如何崛起 如何成为今天的模样呢 今天要来带大家做深入的了解 其实真主党他是在1982年成立 当时呢 贝扣其实呢 是由伊朗的革命卫队来扶持的 1982年是黎巴嫩的内战期间 那真主党呢 他其实意识形态上来讲呢 他算是一个什叶派的伊斯兰组织 跟伊朗的意识形态是一样的 那后来在内战结束之后 大部分的团体其实都解除了武装 不过真主党手上 却还是握有蛮庞大的武器 那甚至呢 在其实当时以色列军队 他们就占领到了黎巴嫩的南部 那真主党手上有武器嘛 所以他们就扛起这个保家卫国的责任 来抵抗侵略的以色列军队 那甚至因为他们手上的这个军火库 还是蛮强大的 所以一路都在跟以色列军队 做一些游击战 直到2000年以军撤出黎巴嫩 他的军火库呢 还是保存的非常好 那一路到2006年慢慢的壮大 甚至呢 当时说呢 他们其实手上的火箭 是可以直接对以色列的全境 来进行攻击的 那除了军火的武力上呢 他们的人员也是非常足够的 根据真主党的领袖呢 他自己的估算 他说他们的手上呢 总共有10万名呢 非常忠贞的这个战士 不根据CIE的估计呢 可能只有一半不到 实际的数据应该呢 是只有4.5万左右 不过还是透露出 他们在黎巴嫩 甚至整个中东地区 都是有蛮大的影响力的 那其实一些西方国家 或者是比较温和的逊尼派的 这个阿拉伯国家 都把真主党列为算是恐怖激进组织 那黎巴嫩的国内人民怎么看呢 其实态度呢是蛮两极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他是实业派嘛 所以支持实业派的人反而会觉得呢 是因为有真主党才有今天的黎巴嫩 他们在这个保家卫国上 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有反对真主党的政党 就觉得真主党其实呢 是危害国家单方面 把黎巴嫩拖入战争 不过因为呢 其实黎巴嫩国内 还是有很多力挺真主党的政党 那两边一直都有蛮密切的合作 所以在2018年呢 他们甚至在黎巴嫩的国会里面 赢得了多数 不过可惜这个状态并没有持续太久 在2022年就失去了这样的优势 不过呢 他们的政治影响力 一路到今天 在黎巴嫩国内 其实都仍然强大 黎巴嫩南部沿海城市赛达 主要高速公路塞满车潮 车流绵延好几公里 车上载满家当 还不断按喇叭 这些全市正在撤离 准备逃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居民 逃难居民有的无奈 有的激动不已 因为以色列扩大规模攻击 呼吁黎巴嫩居民撤离真主党据典 南部居民不得不北逃 贝鲁特一间学校变身收容所 又入大批逃难民众 对于以离的局势迅速升温 联合国表示非常震惊 但目前似乎还是没有解决方案 以离持续护红 最新一波攻势 带走将近500条人命 法国也在联合国大会上 呼吁双方保持冷静 尽管加萨的停火协议卡关 美国仍然乐观 对停火抱有一丝希望 但依照目前的局势来看 以色列似乎没有打算收手 战火恐怕会持续燃烧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至于在俄乌战争方面 乌克兰军队他们最新一波攻击 是瞄准了赫尔松跟扎波罗热 攻击了好几栋建筑物跟民宅 是酿成了一人死亡 还有23个人受伤 那不过俄罗斯他们则是反控说 其实乌军最近这阵子不断在库斯克来进行作战 时间已经长达七个星期了 总共也造成56位平民惨死 还有266个人受伤 那不过在同一时间呢 索伦斯基他目前人其实不在乌克兰国内 他到美国去 要展开呢一系列的这个出访的行程 那他其实这一次的主要目的 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巩固西方盟友的支持 也要参加联合国大会 所以他已经呢向这个欧美国家来喊话了 他说呢请大家再多有一点点的耐心 因为现在距离战争结束 时间其实是越来越近了 所以希望呢 华府或是其他的国家能够继续跟乌克兰站在同一阵线 甚至他也说呢 你看俄罗斯都已经怕到呢 跳出来指控我们去攻击库斯克 代表其实普清根本就已经被看破手脚了 他心里面呢是非常非常怕这个库斯克被攻破的 他对乌克兰其实还是有一些忌惮之心的 所以透过这样的喊话 希望大家知道呢 乌克兰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呢 这么弱小 他们已经成功找到了一条跟俄罗斯来抗衡的路 但俄罗斯最近还有蛮多的军事动作 向他们派出了一架反潜机 在周一下午三度闯入日本的领空 俄罗斯一架1238反潜巡逻机 在周一下午一点到三点间 三度闯入日本北海道李文岛领空 日本防卫大臣穆元忍紧急出面说明 日本航空防卫队立刻派出F15和F35战机警戒 并破天荒首度发射热燕弹进行警告 而仍在美国会见总统拜登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也火速在X平台下达三点指示 俄军支架1238的反潜机 才在今年八月的演习上露面过 是苏联海军的海上巡逻机 是四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1218的改良版 1238加装了电子设备和反潜武器 以便对抗美国的弹道飞弹潜艇 然而前一天周二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 共有九艘军舰编队 通过俄罗斯和北海道间的纵谷海峡 进入到太平洋 日本派出三件一机进行预警监视和咨询搜集 而大展军事肌肉的俄罗斯境内北部 却出现一个约60公尺宽 宛如火山口的大坑洞 这是美国卫星观测组织拍到的卫星影像 专家分析后得出结论 俄罗斯在九月稍早试射过一枚 RS-28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 但这次似乎已失败收场 不过飞弹究竟是试射失败 还是卸出燃料时发生意外 无从确认 体费新闻综合报道 这里美国总统大选值剩下42天了 而川普呢 他最近的造势 他是到超商里面去 希望能够跟民众拉近距离 倾听他们的心声 而这种民众告诉他说呢 这个通膨真的非常严重 怎么东西都这么贵 养家活口变得更困难了 而川普当下竟然立刻 拿钱帮他结账 我只赶了100块钱 谢谢你 我们从美国总统帮帮帮帮 掏出100美元钞票 潇洒帮选民付钱 川普在宾州超市 遇到民众抱怨 养家很辛苦 当场掏钱帮忙结账 我们会担心民调落后 川普痛批 美国提前投票的制度很愚蠢 嘴上虽然批评 但川普还是向支持者喊话 要他们快去投票 还说出这个招牌台词 泽洛斯基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传出将会和贺锦丽和川普分别见面 他认为泽洛斯基应该希望贺锦丽当选 另外美国流行巨星 珍娜杰克森 宣称贺锦丽不是黑人 而是印度人 引发渲染大波 而到底现在川普跟贺锦丽 谁比较占上风呢 各家做的民调呢 现在陆陆续续都出炉了 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一份是纽约时报 跟Siena College他们的数据 在几个重要的摇摆州呢 亚利桑那州川普的支持度已经来到50% 领先贺锦丽5个百分点 那乔治亚也差不多也是大概4到5的差距 那北卡路莱纳呢川普也有4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亚利桑那呢 跟乔治亚州这两个部分 上一次的大选川普其实都是 以非常微小的差距当时输给拜登的 这次有没有机会来翻盘呢 特别是亚利桑那州过去一向都认为是传统的红州 不过上一次呢翻盘变成蓝州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度翻回来 变成挺川普的州呢 所以你看到这三个州看起来川普呢 都是比较占上风的 那前几天几份民调呢 其他的摇摆州有数据又显示 好像贺锦丽其实呢是领先的 所以到底这个数据准不准呢 让民主党内部就蛮担心的 他们就怕呢有些民调机构会低估川普的支持度 所以导致呢民主党有一个错觉好像呢 贺锦丽呢状态已经稳了一定会赢 你越是有这样的错觉就越会对后续的整个大选的造势掉以轻心 最后结果可能就会让你出乎意料 那另外是卫报的报道也说呢 看起来全国新的民调贺锦丽好像都比较占优势 不过要注意的其他几个摇摆州 像是滨州啦密西根跟威斯康星州 领先的幅度呢其实都蛮少的 所以有可能在误差范围之内有可能越接近选举 搞不好又会变成呢是川普他比较有资格来得意 那另外是这个调研公司FocalData他们也提到 我们刚提差距很小在误差范围内的话呢 会导致所谓的判断错误 那你越觉得川普应该赢不了 搞不好最后呢就是他笑到最后 就有点像2016年当时希拉瑞一片被看好 结果最后呢还是在选举人票上呢 最终是败给川普了 所以川普他当然呢打到现在他其实还是蛮谨慎的 在很多的造势活动上呢其实呢走的范围都蛮大的 行程呢也都排的蛮密集的 所以不只是传统的这个红州 蓝州跟摇摆州全部的州 他都希望能够亲自走一遍来跟选民面对面 最近的两个行程呢会先到科罗拉多州的Aurora 跟另一个是俄亥俄州的春田市这两个地方 因为这两个地点呢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在移民议题上其实呢居民的反弹还蛮大的 那川普又一直猛打贺锦丽在移民处理上 其实呢是能力很差的 所以希望到这个两点两个地点去呢来强攻这一点 在选战的最后阶段能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前往宾州造势时 川普突然心血来潮快闪超市 老板好惊喜 先是亲切寒暄 但这时川普出招了 他拿出一张纸开始大批贺锦丽 批评拜登贺锦丽执政之下 通膨高涨要是贺锦丽再执政 全美经济会破裂 他还强调若自己胜选 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打给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他履行之前的承诺 川普说的是之前要大陆买单50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 而川普会来到这人口不到400人的小镇来拉农村票 川普地毯式的在关键摇摆州冰州拉票 但是目前民调显示赫锦丽小福领先 来到50%领先川普四个百分点 川普难道不担心吗 他之前专访时说如果这次没选上 2028也不会再选 不过现阶段贺锦丽再抛出辩论的球 说要再变一次 但是目前川普拒绝了 同时贺锦丽又募资2700万美元 并且预计本周会在冰州皮茨堡端出经济蓝图 吸引中间选民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是中日双方的关系 现在是降到了冰点 特别是在有一名日本学童在深圳遇刺了之后 大陆外长王毅 他会见日本外务大臣上穿养子的时候就强调 不应该把这个单一事件政治化 不过日本方面就希望 中国大陆要管控一下网路上面的仇日或是反日的言论 不过大陆外交部的回应是 在中国大陆根本就没有所谓的仇日教育 日本外务大臣上穿养子和大陆外长王毅握手寒暄 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 先前深圳发生日籍男童遇刺案 让中日关系陷入紧张 上穿养子表示 中日双方应该增加各层次的沟通对话 将近一个小时的会谈 王毅提到日本在排放核污水的问题上 切勿节外生枝 并呼吁应该理性看待刺同案 避免事件政治化 遇刺事件发酵之后 日本敦促北京管控反日言论 大陆外交部则强力驳斥 深圳当地民众碰着写上标语的鲜花 到事发学校悼念 日桥学校网页也换上一片黑白 大陆外交部说 这些都是自发性的悼念行为 不过就在此时 微信名叫黄如一的男子 又在网络上发表仇恨性言论 这名副主任公开宣扬仇恨言论 不只引来网友肉搜 也让日本男童遇刺案议题持续发酵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大陆制汽车现在强势要进军欧美市场 不过美国商务部在这个时候就宣布了 以国家安全考量为由 打算要禁止中国制造软硬体的汽车 来在美国上路 而北京批评这根本就是歧视性的做法 会坚定捍卫自身的权益 机械手臂自动化操作 这是德国名车在北京的生产线 北京工厂自动化占比超过9成8 仰赖1200台机器人简化生产 德国名车已在中国大陆生产超过20年 还要再加码投资超过640亿台币 明年起投产三款 专属中国市场的车款 中国大陆积极拉拢欧洲车商加大投资 但是同时却面临美国将寄出更严重的打击 考量国家安全 美国商务部建议禁止在美国大陆行驶的联网汽车 使用中国或俄罗斯的关键软硬体 这等同于几乎禁止了所有的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 而且路透消息 这项规定将要求美国车商和其他主导汽车制造商 未来几年在美国销售的车辆 必须移除关键的中国软硬体 中方反对美方放好国家安全概念 针对中国的相关企业及产品采取歧视性做法 不过CNN报道也指出 美国国安单位此举将增加美国消费者的成本 还不确定是否能受到美国人欢迎 TV新闻综合报道 而不管是汽车或是任何一种交通工具 现在的趋势都是要使用环保的能源 这个礼拜在美国纽约登场的气候州 加州有一间 加州的政府打算对一间石油巨头来提告 控诉他们是制造塑胶污染的源头 甚至误导大众对于回收的真相 成堆的废弃宝特瓶 塑胶容器到各种塑胶用品污染是因谁而起 加州州检察长邦塔 把罪魁祸首指向石油巨头艾克森美孚 帮塔还控诉艾克森美孚 误导大众 有关塑胶回收的真相 而这是经过近两年的调查 不止加州政府 多间非盈利的环保团体 也已经对艾克森美孚提告 控诉他们损害加州的水路 旧金山海湾守护者同样关注塑胶回收 要艾克森美孚别再欺骗大众 由官方和民间发起 共两份针对艾克森美孚的诉讼 都是在纽约市气候州举办期间提出 去年此时加州州长纽森就计划要签署 两项重要的气候法律 上周末纽森签署西法 要在二零二六年之前 禁止所有食品杂货店家 提供可重复使用的塑胶袋 包括之前就进过 材质较薄的一次性塑胶袋 引起美国当局正式的 不止塑胶污染 还有极端气候灾害 亚利桑那州的首府凤凰城 才终于结束连续113天 高温破华氏100度 相当于摄氏37.7度的记录 超越1993年的76天 气候变迁的影响环环相扣 就连能源业者本身也有自觉 这是明尼苏达州最大的燃煤发电厂 也是整个州最主要的污染源 2022年这间发电厂的烟囱碳排量 达到1050万吨 但这座传统发电厂 很快就要改头换面 因为他们打算把一直以来 使用的煤炭以再生能源取代 方法是以现有的基础设施 将太阳能板和电网连结 尤其迷尼苏达州最近才刚进行完传输升级 以至于能够像迪士尼快速通关一样 跳过好几年的漫长等待就能连上电网 业者预计2030年终结煤炭发电 让总共十二万五千户的家庭 能使用来自太阳能 锋利和镍铁电池产生的电力 并且有四天的备用量 而在宾州 曾发生美国史上最严重核泄漏事故的 三里岛核电厂 预计将在2028年重启 但所生产的电力 只会卖给科技大厂微软 一旦通过核电监管委员会核准 微软将要购买他们的无碳能源 供应自家耗电需求庞大的AI项目 TV专闯报道 回到台湾来关心是天气 这一波的雨势可能不会这么快就停了 虽然今天白天有稍微趋缓 不过晚上又有一波封面要接近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沿海 降雨又会变多 甚至会一路下到10月份 下着大雨人口盖还不断想往上撑 发出轻轻俊响 一个人财猪还不够得要两三个成年男子帮忙押住 这是发生在9月22号晚上新庄中原路 人口盖快失控光新北 就接到10个相关案件 三个人去合力把那个盖子盖起来 然后那个水往上冲 然后来三个 三个那个 消防队员就照在上面 我觉得照在上面真的太危险了 就怕人口盖挡不住好雨带的强力气冲 附近居民是看得心惊惊 但这雨还没完 会陆陆续续下到10月 虽然今天封面北台到台湾北部海面 雨缓天气好转 但到了下半天 封面再度南下 北部跟东北部的沿海 慢慢的降雨 就会变得比较明显了 特别是北部 东半部地区 整天不定时 可能都会有一些震雨 或是雷雨的状况 至于在被凤测的中南部地区的话 主要是属于午后的降雨 未来一周降雨趋势 中北东都有局部雨 南部有午后雷雨 到了周四 东半部得要留意焦大雨势 而周日也有零星阵雨 午后雷阵雨 整体会稍微转干 但是到了30后 南方的低压 也会从旅宋岛通过 可能又会湿搭搭 但雨势不会那么大 后续要再下 跟前几天这么大的雨的机会 相对是比较小的 但是台湾因为还落在 一整个大的低压带里面 那水气仍然是多的 这名点也PO出照片 说两个旋转中心 低压互动 恐怕也会影响台湾天气 但一路湿搭搭 什么时候才会转梁 专家点出 恐怕要等到10月中旬以后 东北风才有机会 大规模往南推动 气温有望掉2到4度 到时才能明显感受到 天气转冷 7月新闻 杨清波 施险原家庭 SNG小组 台北新北 苍波动 而南韩最近也是暴雨成灾 上周末出现了200年一遇的暴雨 导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 世界遗产部分建筑物崩塌 而这也很直接冲击到农业 像是韩国全国的农作物泡水面积 已经达到了17000个足球场大 堤防一脚崩塌 大水库的水不停涌出 挖土机来到现场 马不停蹄堆土挡水修筑河道 这里是全罗南道 长新市石栋村 两天前这座堤坝决堤 插点淹没整个村庄 床垫和电器无一幸免 全树裹着泥水 消防人员忙进忙出 帮忙受灾民众搬运寿潮家具 上周末南韩各地墙降雨 尤其南部地区成为重灾区 庆上南道昌原市21号单日降雨量 将近400毫米创下历史新高 被认为是200年一遇的暴雨 而大雨过后 各地接连传出损失灾情 秋收在即 本因染成金黄色的稻子 尽数刀下被沙土覆盖 今年夏日酷暑 本就重创农民收成 如今在遇洪灾 农人坦也从没这么苦过 根据南韩农业部门统计 这回暴雨导致全国农作物泡水面积 多达一万两千多公顷 等于比一万七千个足球场的面积 还要大 全国畜牧业也有多达 二十二万多头家畜死亡 不止农牧业损失惨重 被炼为世界遗产的股份遗迹 也在这回暴雨中坍塌 而民灾受损 更在南韩各地四处可见 高三公尺长五十公尺的挡土墙 挡不住山崩威力 倒向一旁民宅 导致房子玻璃窗被打碎 门框弯曲 现场一片狼藉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就怕建筑物撑不住倒塌 附近五十多名居民不得不撤离 同样受到山崩泥流冲刷的民宅 还有中青南道瑞山市这一处 中青南道一度降下超过 300毫米的暴雨 导致多处山崩 地挖地区严重淹水 正座城市几乎成了汪洋大海 水楼南道长新 则是有一名八十多岁老翁 二十一号傍晚失踪 疑似是坠入排水沟 警销人员赶紧出动搜索 并在事发十七小时后 在附近水库发现老先生遗体 釜山则金船在雨水炸弹 洗礼下煞上去一条道路 疑似地基被挖空 路面出现巨大天坑 这一天坑达八公尺左右 导致消防当局的排水支援车辆 和经过附近的货车 总共两辆车坠落 索性并未造成伤亡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搞得南韩各地民众不得安宁 深知灾民之苦 南韩总统应西月23号 依下令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 迅速进行灾后重建 尽快还给受灾民众温暖家园 QV的新闻做不到 正在网络收看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邀请您赶快拿起手机来帮我们按一下 或者是您是用电视机收看的话呢 一样可以在手机上 透过聊天室跟我们分享您对新闻的观点 我们再来关注呢 是这个国际巨星布莱德比特 他的照片被西班牙的诈骗集团冒用了 有两名被害人真的以为自己在跟大明星谈恋爱 前前后后竟然贿了将近千万元台币 忙着生存芯片的好莱坞巨星布莱德比特 最近游走各国出席活动 没想到这回他的名字登上社会新闻版面 原因是西班牙警方破获一桩诈骗案 有人假冒布莱德比特的身份 分别好网络上两名女子大谈网络恋爱 借着博取她们的信任呢 分别从她们身上骗走17.5万和15万欧元 总计台币大约1100多万 那么目前已经有五名嫌犯被警方逮捕了 根据外媒报道他们的犯案手法呢 是透过布莱德比特的粉丝专页 联系到两名被害人 然后透过摄取媒体 还通知软体WhatsApp联系 跟被害人及时互动 慢慢让他们相信自己是在跟布莱德比特聊天 嫌犯甚至向他们承诺发展浪漫关系 还要供与未来 那么最后警方寻线突袭五名嫌犯住所 手机金融卡电脑都被没收 他们甚至拿到一本日记 里面还有写到用来诈骗受害者的措辞 而目前警方已经追回8.5万欧元 大约300多万台币 但当局还是在持续追查当中 而中国大陆的经济持续在萎靡 现在官方终于要出手了 大陆央行就宣布要降准两码再度降息 而同时呢也会调整 房贷利率跟投期款首付的比例 而受到政策激励在今天上证指数 跟深圳城指双双大涨超过4% 南京举办房屋交易博览会 占出187个新建案将近2万间新房 吸引将近5万人次参观 我们的成交呢 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已久还新 现在正值中国大陆房市传统旺季金九银食 但是今年被认为变得暗淡 而且官方8月经济数据 房价创下9年最大跌幅 让经济继续陷入困境 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净利 0.5个百分点 中国大陆央行行长宣布 今年再度调降存准率两码 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资金 约4.5兆台币 不排除年底前再降准一到两码 同时鼓励民众多买房 买第二间房的最低首付比例 由25%下调到15% 以目前平均利率3.92% 额度人民币100万元 贷款30年计算 可减少利息支出大约46万台币 我们要兼顾支持实体经济增长 和银行业自身的健康性 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货币政策 它将会有助于支持实体经济 促进住民消费和提振市场新型 中国大陆金融监管单位放大绝 刺激市场让A股立刻翻红 上证指数上涨4.15% 深圳城市大涨4.36% 如果今年是5保5 明年经济预测会更加悲观 多记猛要旧经济 也引起外媒路透华尔街日报注意 尤其中大陆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一把手 同台露面相当不容易 TV新闻综合报导 德国跟法国的政坛都有新消息 像德国是右翼崛起 社民党在布兰登堡的地方选举当中显胜 而法国新内阁名单出炉 大部分都是右翼或是总统阵营 在左派联盟不满 扬眼要倒戈 9月初德国东部萨克森邦地方选举中 极右翼另类选择党票数大幅算升 在图林根邦 这个1930年纳粹党初次胜选地 更以32.8%的得票率居贯 领先对手保守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9.4个百分点 从欧盟议会选举到德国地方选举 右派崛起确实让许多对纳粹有恐惧阴影 或是身为移民后裔的德国民众非常不安 但又万一让极右政党再度执政 上百万移民后裔会被驱逐 非政府组织受害者视角在波子坦的辅导员 明言右翼势力崛起后 社会对立气氛不佳 波子坦为布兰登宝邦的首府 这个邦是钱东德的一部分 管辖区域环绕现在德国首都柏林 邦议会选举结果9月22日揭晓 人在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的德国总理肖兹表示欣慰 因为他所属的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守住了这个德国新工业中心 但事实是肖兹本人民意支持率早跌破20% 30多年来一直在布兰登宝邦执政的社民党 这次得票率只赢其右派另类选择党1.7% 布兰登宝邦帮长沃尔克可是拼尽全力才保住社民党继续执政 不但选举期间尽量与总理肖兹保持距离 甚至赌上个人政治生涯喊出若另类选择党胜选 他就放弃任职10年的帮长职位 专家分析除了沃尔克的努力 右翼政党在治安与经济议题上表现不加外 民众对右翼势力再起的惧怕也很重要 德国ARD广播公司出口民调显示 四分之三投给社民党的选民是为了抵抗右翼 投票率高达73% 乍看之下德国总理肖兹渴望喘口气 一年内好好表现或能铺平争取连任的党内提名录 而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考验就近在眼前 巴黎奥运给他的喘息假期已经结束 拖延两个半月终于组成的新内阁 民众很不满意 2025年政府预算能否在国会顺利通过呢 上万人走上巴黎街头抗议的场面 在马克宏两任总统任期内已是常见现象 大选前为了不让右翼掌权 马克宏与左派政党合作 最后法国左翼联盟在大选中得到第一高票 但马克宏却不接受他们提名的总理人选 只派保守派共和党的老将巴黎耶出任总理 极右派得不到共治机会也不高兴 33岁的上萨瓦省国会议员阿尔蒙 曾在法国财务总监局任职 两年前才当选国会议员 竟被拔着掌管法国经济财政工业与数位主权部 成为法国史上最年轻财长 连路投射报道都委婉地指出 法国总理巴黎耶挑选内阁时 忠诚度可能是最优先选项 政治立场属于中间派的41岁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巴罗 接任法国外长 防长留任内政部是中间偏右的贺泰勒罗 其他多数都是知名度不高的新面孔 10人偏右派 另外12人出自马克宏的中间阵营 这样的组合是总理巴黎耶磨了两周敲定的 现在人民不买单 左右两派政党也骂爆 若因此携手在国会中推动不信任案倒戈 也是法国另类的左右共治 但2025年法国的加税政策与政府预算案 很可能也将难产卡关 TVBS新闻综合报导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好